今天我講的故事是 我太興奮 這個是達達 今天是他的生日 媽咪拿了個蛋糕出來 達達和姐姐見到都好興奮 但是 就興奮到推到她的蛋糕 到媽咪裡 對不起呀媽咪 媽咪就說 不如你們去幫爸爸手吧 他們看到爸爸在吹氣球 立刻拿起來玩 啪 誰知道就推掉了玻璃碟 對不起呀爸爸 不如你們玩些安靜點的遊戲吧 最後他們真的有耐心等待 很快生日會就開始了 這個故事教我們 有時太過興奮 可能會麻煩到其他人 當我們好期待一件事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學習安靜地等待 再見 再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